836华润电力 开市后见到高位17.08元 然后就很快下跌了16.74元 现在反弹上来 刚刚见到过去几分钟 就冲上去16.98元 升了0.47% 比加权平均的16.89元为高 那份历史波坏是恒生之数2倍 47.47元 整体主动买股比率现在是54.46元 不算配合上升动力 绿德资金正主动买入687万 但占成交今晚已经是8.48% 这个股份交头很少 大户没什么参与 只有普通大户 看上去 很少 普通大户成交201万 一中一一中订货 其他大户完全没有参与 所以 职业炒家和散户 职业炒家入市进取程度不够散户 不理想 看下散户 多么进取 职业炒家橙色 去到10点 两个字后就订了下货 又去到10点30分又数回上来 数回回 那个情况 不算很支持市场的升势 这就是刚才看了 我们一起计算 把职业炒家的行为 加上一中大户的交易 加上看 看标准自动对盘 加权平均价 16.87 32.68 主动买股比率一点都不美 非常配合下跌动力 小心 接下来 接下来 看谁托着 托着的主要是 中国投资信息 托着16.893 压着摩根斯丹尼 压着16.87 直接去看图表 图表的形势 日线图先 日线图上面 既然 不错的 旺银 不错的意思是 一个、两个、三个 不要算今天 过去三个加日 不算今天 羊竹都是升市 羊竹新区一路增长 就是 买盘也挺积极的 主动买盘 昨天出了SAR 级点高位 17.12 成为 今天下个星期一 最前看下个星期二 的关键位 要收市位高于17 高于17 现在高于17.12 才可以 今早最高只见到17.08 未有力向上突破 最差的走势是 下午市倒下来 收市位低于羊竹新区中间位 层入 即沽湖 16.12 加16.9 沽湖除以2 这样就会变成乌云盖顶利淡转量形态 当然这个位置 我们也要留意 记住 是16.79 就是这个 支持位 刚才我一开始就说了 形态上破17.37 17.37 就是这个高位 7月6号高位17.37 要升破了才可以 展开 你当这个不是1,2,3,4,5,1 当A,B,C 都很厉害的 你看看 12.43 升到上去 16.79 如果从这一倍 从这里量度上去 即是 15.07 这里量度上去 这里 15.07 再升空间 都很大 有没有可能升到有的 你把这五个主纪数分析指标 现在全部是利好的 全部都是利好的 甚至乎 辅助分析指标 DMI都是利好的 所以有这样的条件 我们的 指示位当然不应该放在 15.07 现在就应该 推上去 这个阳烛的新区中间位 和这个 15.79 附近 15.79 这个阳烛的新区 看它能否站得到 17.37 之上 站得到 就推上这里 我放大 不是放大 这叫放大 宿小 图看一看 升破这些位置 后面可以有很多位置 很多位置走